一开头的时候你怕输 你怕输的时候你很顾虑每一分 那当你落后的时候 反正你会放下自己 反正我给人家领先 你今天真的不能输 别人无法去控制你 到底你要往哪一条路 哪一个选择才是对的 了解老板思维 倾听创业故事 你好我是Tommy泽伟 今天我们的节目 邀请了一位重磅级的嘉宾 他是大马前羽毛球队 混双选手陈炳顺 你好大家好我是炳顺 我现在非常雀跃在 麦前面拍着手掌 正在欢迎炳顺的到来 炳顺其实在过去 2024年的威赛节就完成了 最后一场国际赛事之后 你就卸下了羽毛球 国手的重任 其实当时你的感想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时候了 有前辈告诉我说 当你一起生的时候 你想的不再是羽毛球 不再想着 你要怎么去 在羽毛球里面进步的时候 或者是你已经没有 motivation的时候 那证明你是该退役的时候了 就那时候我就有 开始有这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体 也是有一点小伤 它不导致到 我完全打不到球 但是对我有一定的影响 膝盖那边 还是有一点小伤 但是会影响到 我一点点的速度 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讲说 很重要就是 你要有那个状态在 不管是你的心理素质 还是说你的身体的素质 都要保持最佳的一个状态 之前打比赛的时候 比较活跃的状态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保持 这个所谓的状态呢 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些 muscle 就是你不能休息太久 所以我们就是每次出国的时候 我都会一到那边 先活动活动 就是active回他的 muscle 你就不能说 你一到那边 你还是要休息多 一天两天 就是没有 这个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可能 一到达那个国家 就是各两天 我们就要去比赛了 所以我们就要 要启动那个 那个 engin 对对对对 在心理上面呢 这是要看自己本身 基本上我自己本身 心理素质 不是很好的人 但是我 必须要去强迫我自己 把他那个状态 调好 时时面对这个 那个要打 要打仗的一个 一个心态 是 所以会导致到我 时常会睡觉的时候 就是很 做梦 会梦到 对 感觉到有睡 好像没有睡 会感觉到半夜的时候都会 好像头脑 没有放空 对对对 没有真的很入眠 有针对这个问题 去看过医生还是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 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 你很注重一个比赛 你会想到 尤其是打完 早上的时候 你会想到 我不懂会担心 明天睡不醒吗 所以你睡的时候 还不是很安稳 如果打晚上的时候 还可以 你就很放心睡 然后明天早上醒来 你还可以慢慢调 在拿分数的时候 可能落后人家了 当时候的心情 应该是更加的着急 反而更加放松 反而更加放松 反过来 反过来更加放松 是什么这样子的 因为你当人家领先的时候 你一开头的时候 你怕输 你怕输的时候 你很顾虑每一分 那当你落后的时候 你反而你会放下自己 反正我给人家领先了 我去慢慢追吧 但是你不可以完全是放弃 你是抱着低调的心态 去追每一颗球 马来西亚的混双 甚至是没有一个department 然后那时是我们开始 慢慢一步一步的去争取回来 直到现在了 我记得说 在半决赛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说 你今天真的不能输 你一输 可能还要打第三第四 甚至没有奖牌回去 你要成功 就是这一次的机会 半决赛真的胜了下来 那时候真的是 好像感觉到 做一场梦 做一场梦 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我们一个小女孩 然后到慢慢磨练到一个 我们大家都去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当中你们的默契 你们是怎样培养的 我们是磨合吧 我们每天早上训练就要见面 然后下午训练也要见面 出国比赛也要见面 其实见面的时间是蛮多的 那开始可能就是 大家的沟通就是 年轻嘛 我有我的性格 你有你的性格 就可能大家都不说 大家说在心里 然后慢慢就 大家一起磨合 真的是大家都愿意 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我让一下你 你让一下我 就大家就配合起来 在现在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 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然后在网络爆红 就可以变成所谓的网红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追捧你啊 来叫你直播带货 还是之类这样的东西 这样子在你本身看来 运动员也有可能会被当成 网红一样被追捧 会不会担心他们失去一个方向 你自己在这个课题上是怎样看的 这个人的选择 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别人无法去控制你 到底你要往哪一条路 哪一个选择才是对的 当你选择了过后 你自己就必须要去承担 你自己的选择的后果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是怎样选的 在不影响我职业的时间 我可以 而且也要有那种 道德的一些标准 对 你呈现出来的讯息 是对大众有一个负责人 而不是发送一些负面 或者是不健康 或者是影响小孩子的一些 因为现在太多小孩子 是有那个社交媒体 如果真是把那些不好的讯息 发送出来 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对大众有一个负面 也要对大众有一个负面 也要对台湾的 是有一个负面 也要对大众有一个负面